來政部長的林芳園,在當年新八市副市長的時候,有針對館新的家庭,推動一項火炬價位,生效優良。 移民宿最近就將這項火炬價位的副大寺全國,做好全國的新住民家庭。 那我們這個火炬計畫,是希望藉由內政部、教育部、各級學校以及各級民間的社福團體一起來推動。 我們希望能夠提供這個新住民還有他的子女,一個完整的文教生活輔導機制,然後使他能夠在台灣能夠穩定生活跟長期發展。 因為本年地區的新住民因素非常多,所以這項火炬價位,在本年地區發揮很大的功能。 目前總管有24間學校,協助推動這項價位的學部工作,提供新住民問教和生活上的協助。 這個新火炬計畫在雲林的話,有24所學校。 比較重點的學校像輪背、夏輪、張湖、光復、國小等等。 那張湖國小還是我們這個新住民火炬計畫的一個示範點。 那我想,藉由這個新住民火炬計畫的一個推行,應該能夠提供我們全國一個新住民和他的子女一個很完善的一個生活照顧輔導的一個機制。 藝民主委就要讓這項價位發揮最大的效果。 讓我們想相關的社會團體,可以多多提供配合。 共同來促進國地新住民的文化交流跟發展。 這些內容是相當的多,那需要各級學校還有一些社會的民間團體共同來參與。 在此,我也呼籲一些對新住民的一些生活照顧,有興趣的一些民間社福團體還有一些新住民的一個移民團體。 能夠一起來參與,一起來推動這個新住民火炬計畫。 讓這個火炬真正能夠發光發熱,然後照顧到每一個新住民還有他的子女。 藝民主委這項火炬計畫的內容,除了學生的副業輔導以外,要將對新住民的家庭,提供多萬化的生活紀念輔導,以及各種的文化交流。 記者一邊為蔡宏博德。